今天早上起来肚子胀胀了 有点不舒服 送了小西瓜去学校了 路上痛得真的是受不了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送到吧 到学校就急急忙忙的 赶到菜场这里了 整理水果 这个桃子是还没有卖完的 把它摆上去 这个葡萄还剩了这么一点点 然后我又去要了一筐 补上去 在这里卖了一会儿 吃了午饭也差不多到1点钟了 还是换一个地方看看吧 在这里走了一会儿 有个姐姐来要了一点 桃子 然后中间又卖出去了一点 小宝睡着了 把它放在推车上睡觉 然后待会儿就可以去接小西瓜了 走了一会儿没有人买 都已经到时间去接它了 我还是去吧 要不然等一下他也会高兴 那这些东西 稍微放到银羊那里 就不用拿来 再回去 最好的 你拿着你也吃一口 好 谢谢宝贝 好 你吃吧 姐姐你帮我拿一点东西吗 姐姐你帮我拿一点东西吗 你朝你去伤回头望 千天无影响 你怎么知道 你站着 我们去坐下 你怎么办 你吃的这个黄瓜 啊 呀 呀 啊 你怎么做怎么做 啊 啊 没没 啊 这这这这这 怎么办 啊 啊